下下位子 还做出你 为什么每次我的婚礼都得不到祝福 二十多年了 我就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没有你的痛苦 假如有那么一天 我们真的找不到彼此了 我们就来这里 深藏不露 做事有条不紊 我没看错人 出了眼前的寂寞 我父母就是被宋天生和湘明湘蔑死的 这辈子没有缘的 我会期待下辈子 希望我们真的能天长地久 我知道 你这辈子在你心里面只有张厚婷 是 这不知的 所以要靠下来 是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所有的银行都不愿意贷款给我吗 我这一生的心血 就这样都赔进去了 爸 现在还没到您绝望的时候 我已经把公司所有的产权明细表 全部都整理出来了 以您的经验 我们再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相信 你一定会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浩天啊 我实在是不忍心 看着你整天在外面这样牢碌奔波 不如你还是放弃继承权吧 这样或许能让你自己过上 轻松自在的日子 爸 您在说什么呢 天成集团是您一辈子的心血 无论我们用什么办法 都一定要保住天成集团 一定会让您倒下去的 浩天 都是我这个当爸爸的连累了你啊 我当时要你认祖归宗 就是希望你能够继承我的事业 可是 可是现在让你继承的不是财产 而是一笔庞大的债务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 您也让我收获了很多很宝贵的东西 我哪有给你什么呀 您让我接受了很多挑战 人的一生就像一场叹息 精力的越多收获的越多 我在一次一次挑战当中 实现了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浩天 听你这么说 我真是太为你高兴了 现在看到你啊 就像看到我以前一样 天不怕地不怕 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啊 真是太向我年轻的时候了 行了吧 我们别说这些不高兴的事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在下周秋元生日那天 我们已经决定好了 我和他要订婚了 你 你们两个下个礼拜就要订婚了 那 那你去他们家提过亲没有 这可是一件要紧的事啊 还没有 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我要亲自上邱炎家去为你提亲 这可是我们宋家的大事 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好 是贺总裁啊 我听说你们成立了朗月集团 恭喜你啊 是不是来找我谈合作的事啊 我们朗月集团 可不敢跟你这种人合作啊 那行啊 那日后我要对你们朗月怎么样的话 你也别怪我 不 露死水手还不知道呢 文鹏 快把好东西拿出来 让我们跟楚董分享一下 是 夫人 我只不过动了个小手脚 让那个宋紫阳当我们的替死鬼 朝代暗暗从此跟咱们没关系了 政王 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在我这儿装气听气了 我们可不想听你的悄悄话 倒是你的情人自己留了一手 罗珊 看来你挺了解他的嘛 不过也不能怪他了 谁让你抛弃了人家 这就是对傅心汉的报应 你别得意得太早 赫敏 你那个录音带啊 侵犯我的隐私权你知道吗 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是吗 没关系 那我要看一看警察会不会 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 认为龙威集团著名的楚董事长 是清清白白的 你想怎么样 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我想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 我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戳穿你的假象 看看我们龙威集团的大人物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楚董事长 赫敏啊 你给我仔仔细细听清楚了 我投资军号百货的钱 是卖掉我名下其他产业来的 如果你公开这些 看看最后出丑的是谁 你想恐吓我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吗 我告诉你楚真华 你别忘了 现在捏着你软裂的人是我 你还不赶紧求我放你一马 我还真不是恐吓你要赫敏 说真的 如果你公开了我的东西 我就告你侵犯隐私 我要看看咱俩谁笑的最后 是吗 好 那我们走着瞧 文猫 我们走 是 罗山手里的东西可不止这些 谁 来 此事 禅声 mnie 这 greusi 昊天 还真不爱 你就 明氏 娘 你别怪豪天了 是我坚持要来的 我也是想为豪天 尽一点心 做一点事嘛 人多嘛 热闹 表示我们的诚意 爸 我没有事先说 是我的疏忽 我就想着人多嘛 热闹一些 好 那咱们就都别多说了 赶紧办正事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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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怎么黑着呢 呦 人呢 秋妍 叔叔 阿姨 你们都来了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出去的一趟 快进来吧 秋妍 你妈呢 快请她出来啊 我妈她把脚给扭了 我刚把她送到医院去 本来想通知你们的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次害你们白来一趟 真是对不起 要不要紧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 就跟上次一样 可能是上一次的病 没有完全治好吧 我跟你说啊 这人上了岁数 骨头都变硬了 还好没骨折呀 对啊 今天来提亲啊 也算是冲个喜吧 我相信啊 她的脚很快就能好的 可是你妈身体不舒服在医院 那昊天跟秋妍的婚事 要不要缓一缓啊 我认为不应该再拖了 这个婚啊 早该定了 我真是想早点看到昊天 能够娶妻生子啊 一想到能抱上孙子 我都快等不及了 可是 结婚是人生的大事 总该有个长辈 替秋妍主持一下才对吧 医生说只要按时用药 过几天就可以走路了 所以 好 那咱们正好利用这几天 好好的筹备一下 你说呢 既然如此 明山 我能不能有一个请求呢 你说 我希望你能够成全我 为昊天尽点心意 我希望 给他们小两口 热热闹闹的办一个婚礼 你愿意为 昊天办一个体面的婚礼啊 这是昊天的福气 再说了 求愿有你这样一个大老板做公共 那脸上多有面子啊 明山 谢谢你 你们两个都是我老爸 你们两个都是我老爸 我真希望 你们两个能一起帮我主持婚礼 我也会同心相待 把二位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敬爱的 你看这两个孩子 多有心哪 而且嘴还这么甜 这样你们两个该满意了吧 满意满意满意 满意满意 不 你刚才去哪儿了 怎么了 爸 你是不是给张昊天提亲去了 妈跟哥都苦苦婆心地劝过你 你这样还是不顾及我们的感受是吗 我帮自己的儿子提亲去了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也有错吗 当然错 大错特错 子洋 我现在必须得帮浩天了 我亏欠他的态度了 我现在能为他做的 也只有这一点小事 小事 你觉得是小事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爸 你明知道陈秋妍和张浩天在一起骗我哥 你这样做对我哥一点都不公平啊 好了好了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我不想再说了 如果你们认为我偏心的话 你们就这么想吧 你终于肯承认了 你的心里早就没有我们三个了 不然我们的话 你也不会当做耳旁风的 我这刚刚进门哪 你们一个个的 没有一个好脸色给我看 没有一句好听的话给我 好歹我是你的老公 你们的爸爸吧 你们究竟把我当什么了 宋天成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要不是我们母子肯收留你 你以为你能像以前一样锦衣玉食吗 贺敏 你搞清楚了啊 这个家能有今天你自己心里头有数 你把赔钱的公司给了我和浩天 我都认了 如果你还要这样逼我的话 这个家我也住不下去了 你不就是想跟那个女人重归于好吗 你的话真是越说越难听了啊 我一直都很爱这个家爱我的子女 是你们钻牛角尖不宽如浩天 你少说爱这个字 自从孙慧芳和张浩天出现 你心里就没有我们三个了 赫敏 如果我每天一见面就这样大吵大闹的话 那我还不如搬到外面去住 这样我还能够痛快一点 子杨 子涵 你们都听到了吧 是你爸放不下张家人 是他自己要搬出去的 好 我走 我现在就走 你们自己好好保重吧 妈 是你爸 不要我们了 我 卓山找到了吗 还没 为什么 干爹 我已经尽力去找了 可我实在不知道他 他去哪儿了 叫你找个人 都找不到 爸 爸 你干嘛呢这是 你找不到卓山打陆锋干嘛 陆锋 没事吧 没事 爸你下手也太重了吧 不管怎么说 陆锋帮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你怎么能打他呢 找个人都找不到 养他干嘛 你找卓山干嘛 自己做了事情要自己反省 报复别人有用吗 你还教训我问你 我说的不对吗 回去上班 懒得理你 走 陆锋 别理他 他心情不好 走吧 我身 贺民 你们这两个女人 以为连击手来就可以击垮我 是不是 等着瞧好了 别理他 再说 我 你 你 我 你要不要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是你离不开我吧 你在电话里不是说 你现在已经不能没有我了吗 像你这种女人 没有 是最幸福的 我真后悔当初我瞎了眼了 我看上你 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 这都要感谢你啊 不是你告诉我 做什么事情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跟了你这么久 难道我还不了解你吧 郑黄 你找我来不是说有事吗 好吧 我看你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请 爸 爸 时间实在太赶了 没有办法找到像您原来住的 那么大的房子 但这个房子呢 也足够整洁 足够干净 所以您就将就一下吧 这已经够好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一个房子不需要大 也不需要有多好的装修 最重要的是亲情啊 是一家人的温暖和关怀 可是我明白得太晚了 才会变得像现在这么的孤单啊 爸 您不要这么说 您还有我呢 要不然 您搬到我家里来住 这样我也可以方便照顾您啊 那怎么行呢 虽然我和明山的恩怨 都已经化解了 但要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面 每天见了面多尴尬啊 行了 你啊 别担心我 我现在一个人住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多自在啊 爸 爸 其实 你不想让他们知道你现在的情况 是不想让他们同情你对吧 过去的我啊 为了事业只知道赚钱哪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落了一个众叛亲礼 这都是报应啊 爸 你别这么说 陆峰爸妈的死啊 在我的心里头早就蒙上了一层难以磨灭的阴影啊 我现在出到这儿来 忽然让我想起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的情景 我心里头真是充满了罪恶感 大夫人 太多了 好 怎么着 你让他等一往 好 好 这 你 好 好 好 这 我 我欠陆家的 该解决的总是要解决的 好了 好天 你都忙了一天了 也很累了吧 赶紧回去休息休息 我一个人清静清静 好 爸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爸 千万不要现在去找陆峰 好 我知道了 妈 妈 这是我给你们修的心烦 喜欢吗 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找我干吗 你找我干吗 关于你父母亲的事情 我觉得很抱歉 我很对不起他们 我心里头真的很后悔 后悔 如果你想忏悟 就立刻来我父母的坟前谢罪 好 我现在就赶过去 好 这个是不是应该搁在这儿 这个有点坏了啊 没事 浩天回来了 浩天 你帮宋董搬好家了 嗯 他现在一个人住 不管是吃的住的 都没人照顾 很不方便吧 浩天啊 你把他们家的新地址给我们 这样回房 我们俩有空的 过去帮他张罗张罗 你觉得怎么样 好 一会儿就过去吧 可是刚才 他一直催着我回家 我现在怀疑 他是不是去陆峰那儿了 他找陆峰干嘛呀 他不知道陆峰有多恨他吗 他一直觉得自己亏欠陆家的 我觉得他自从搬家之后 这里好像有点怪怪的 这宋董到底想干什么呀 坏了 他该不会想不开 去找陆峰做个了结吧 是 陆峰 陆太太 对不起 我知道 过去 是我犯下了对陆家 不可饶恕的罪孽 所以我今天是来向你们忏悔的 请你们原谅我 好 不可饶恕的 所以我今天是来向你们忏悔的 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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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宋天朝 当年你逼死我父母 你以为站在这儿轻描淡写地讲几句道歉的话 我父母就会原谅你吗 陆方 我知道 我当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 但是我今天是真心诚意 来向他们道歉的 爸 妈 看到了吗 跪在你们面前这个人 就是当年害死你们的凶手宋天成 陆先生 陆太太 当年是我错了 我该死 我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 对不起 少在这儿给我装可怜 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倒霉样 难怪你老婆要跟你分家 子女也不认你 你们一家人现在四分五裂 你们天成集团的丑闻啊 天天都上报纸的头版头条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报应 你说得对 这就是我的报应 是我的报应了 该来的还是会来 躲不掉的 陆芳啊 我希望 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才能够让你满意 满意 苏天成 当年你逼死我的父母 你以为你一句道歉 就可以把这么多年的恩怨 一笔勾销吗 我告诉你 不可能 好 好 如果非要我死 才能够解除你心中的仇恨的话 那我愿意现在就死在你的手里 苏天成 你别逼我 你以为我不敢吗 如果 如果用我这条命 能换回你们三个兄弟和好如初 能换回你对勒美的真心相待 那我死也瞑目了 好啊 我 你以为你 苏天成 想死 吗 曾经 怎么办 我现在打电话 通知紫阳他们 好天 爸 爸 好天 您终于醒了 醒了就好 对 宋董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还说没事 都被打得快没命了 还说没事 不是我说你啊 你明知道陆锋那么恨你 你干嘛还要去找他 你看 你弄成这个样子 我 爸 您就不要说话了 您还是好好休息吧 不要紧的 爸 明神 我现在的想法 你应该很理解才对啊 陆锋今天会变成这样 是我害的 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爸 像我这样的人活着 也是多余的 我应该要赎清罪你才对 浩天 爸 你不要再责备陆锋了 我罪有应得 自作自受 如果 如果 陆锋他因此 就能够消除他心中的仇恨 我希望 你就多多地包容他 重新再把他当成 好兄弟一样看待 好吗 爸 爸 您不要说了 你赶快好好休息 还没睡啊 嗯 口渴了 想喝口水 陪我坐会儿聊聊天 咱们夫妻俩好像很久没有坐在一起聊天了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体贴的丈夫 但是你一直是个很好的太太 把我们出家操持得非常好 照顾好这个家 可是却抓不住你的心 我一样是一个很失败的妻子 这十几年来 为了我的事业 我一直疏忽你和天心 我心里都明白 你努力的工作 都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们母女俩 所以日子过得再艰难 再孤单 我都愿意忍耐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 真话 为了让我们能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不如 我成全你们 在胡说什么呀 我怎么可能跟你离婚呢 尤其是为那个女人 真话 如果你心里还有我的话 听我一句话好吗 算了吧 不要再跟这样的人斗下去了 事实证明 以暴制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 不是我要跟他们斗 是他们不肯罢手 罗珊和贺敏他们两个 对我是不依不饶的 难道你愿意看到他们 骑在我脖子上吗 要不然 你去找贺敏谈一谈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跟他谈呢 那要不我去谈一谈 大家都是女人 都为人妻为人母 也许他愿意听我的呢 你去谈也没用他不会听你的 不去试试怎么能知道结果呢 要不让我去试试看 把事メal交给了 我暴制了 我暴制了 在说是 不要再假装 我想问生的 我暴制了 许多 你女朋友 她许多练了 你女朋友 你女朋友 可你女朋友 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我知道 你们是在担心你爸爸 如果你们要去医院的话 我是不会阻拦的 真的 谢谢 谢谢妈 来 来 走 妈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 我还有事 你们去吧 子洋 子涵 好久不见了 最好是永远都别见 谁见到你们家人谁倒霉 子涵别没礼貌 丽娜 快坐吧 坐 赫米 我今天来 是想请你吃顿饭 聊聊天的 这顿饭恐怕是鸿门宴吧 真话说了 看你想吃什么 这顿饭他请 原来你是替楚振华来讲和的 丽娜 你丈夫在外面包养情人 你不但不恨他 还替他讲和 你可真是个贤妻良母 总之 我们是很有诚意的 想解决这件事情 诚意 如果真的有诚意 楚振华为什么不亲自来 赫米 我相信你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我们都想保护自己的家庭 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就算振华有什么不对 他也还是我的丈夫 说得你自己好像很伟大一样 丽娜 你就是太软弱了 才会让罗珊爬到你头上 三天两头跑到你家去闹 让你一天都不得安宁 要是换作我 早就去告他了 妈 楚振华那么坏 夏阿姨怎么敢去告他呀 要是罗珊没事 反而楚振华被抓了 那夏阿姨岂不是 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吗 我知道 千错万错 都是我们家振华不对 赫米 我还是想求你一次 能不能 取消记者招待会 不要把振华逼到绝路上 可是楚振华 已经把我逼到绝路上了 取消记者会 门都没有 子阳 送你夏阿姨出去 阿姨 请 老风 你给我起来 我问你 你拿了楚振华多少好处 变得这么没有人性 你让宋天成变成了残废 你知道吗 你有什么资格质责我 当年你跟宋天成狼狈为奸 跟着宋天成干什么好事了吗 陆锋啊 你给我清醒一下好不好 你这样 会侮辱歧途 会付出代价的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你还有一点人性吗 没有人性怎么了 这本身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事件 我相信 只要我做得比别人更狠 只要我做得比别人更绝 可将来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我 陆锋啊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偏激 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看来 我要是不把你打醒 你是不会觉悟的 打 打 我承认 我年纪大了 不是你的对手了 张敏山 陆锋他是心甘情愿跟着我的 你在那儿搅舌跟着搬弄是非干吗 听见了吗 龙威不欢迎 请你离开 你们这个房间啊 多待一分钟 我都先葬 陆锋 听说那宋天成 腿残废了 是真的吗 也也不全是 他自己摔的 那好 不管怎么说呀 你都帮了你的父母报仇了 你感觉怎么样了 过几天就好了 我 他这腿都摔断了 还说没事啊 张浩天 你是怎么照顾我爸的 子洋 你不要再怪浩天了 如果你真的为我着想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吧 经过这次的事情 爸爸真的觉得 人生无常啊 但我真的好希望 能够看到你们兄弟两个人 和好如初 爸您说什么呢 您一定能够长命百岁的 爸 你到现在还维护张浩天 要不是因为他 我们将会变成现在这样吗 你们既然来了 就好好陪陪宋董 爸 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怎么会这样啊 总朋友挺在这边知种 来来老妹 走 怎么了 最近都一直心神不宁的 没什么呀 我听你哥哥说 你跟陆枫和好了 竟然和好了 怎么还这么闷闷不乐呢 乐美 你相信我 我是因为他爱你 所以才会这么做的 你一定能理解我 对不对 还有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你也不想离开我 是不是 一切都是出于我的真心 天地可见 洛峰欺负你了 乐美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说话呀 乐美 我跟洛峰 我们 你们 我们 你们到底怎么了 你说呀 我跟洛峰已经在一起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跟我哥说 你说什么 洛峰又对你做了什么 我不是早跟你说 我不希望你们来往吗 乐美 你和洛峰在一起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你们让我怎么说得出口 就是因为说不出口 那你就选择隐瞒是吗 浩天 你先别激动 你听她把话说完 乐美现在也很难过呀 她很难过 我比她更心痛 乐美 你知道从小到大 我们家人是怎么偿爱你的 怎么保护你的 你受一点点委屈 你说我们全家人紧张得跟什么似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能 自尽好好的保护你自己呢 哭过韩国 在暗风中蜷缩 哭过韩国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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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